好另外一個部分 其實在專訪當中呢 他也有提到 這個部分我們今天大家都看 覺得說 他怎麼會這樣說 賴清德有提到了 中國的經商環境已經大不如前 他們對自由市場的控制更加嚴厲 因此台灣新政府願意協助中國 增進台海兩岸的和平繁榮 所以中國經濟大不如前 賴政府願意來幫助中國 但是呢 國民黨有說 賴清德其實對一些外媒 不斷的在講好聽話 但是民進黨對於在野黨的抹黑跟抹猴攻擊 從來都沒有間斷啊 好網友也有紛紛留言了 有人說拜託這個ECFA別斷啊 好另外也有人說 美國有告訴你說 我有說你可以講嗎 好另外呢 網友也調侃了 抓到了你願意幫助中國 你是不是第五縱對啊 而且也還有人提到 那你願意幫助中國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嗎 真的是綠能你不能啊 好這個部分我請教一下介大使 對我覺得賴清德從他就職演說裡面 他就認為台灣已經在世界的中心了 台灣在決定整個世界的未來 所以呢他現在說他去幫助大陸經濟的話 那我覺得跟他的那個 在520那個表現應該也是吻合的嘛 他這個自信心滿滿 不過有點超過現實啊 你知道台灣現在GDP在大陸各省裡面排名多少 我記得是第八名 就是說你全整個大陸來講的話 所有中國的各個省裡面 台灣是排第八名GDP啊 我們就七千多億美金啊 那大陸上兆的上兆美元的這個省好幾個啦 對啊我不曉得他 應該要請大陸來幫一下我們的經濟吧 他去幫大陸什麼經濟啊 我們現在這個年輕人的這個起薪比大陸大城市 一線城市還低很多耶 工作機會也少找很多 他是不是搞不清楚狀況啊 你這個這個話講出去的話 很多這個現在 比如說很多中小企業 這個經營上很困難的 然後呢年輕人找不到工作的 那麼長期我們這個低薪 在這個低薪的狀況之下 掙扎的我們底層的老百姓的話 還有呢在這個台北車站啊 在萬華公園啊 那天每天晚上在那邊啊 露宿街頭的遊民啊 他是不是不知道啊 腦袋是不是有問題啊 大陸有14億人啊 對不對土地有960萬平方公里 你憑什麼去幫大陸 你現在每年從大陸賺800億美元的話 賺譬如說賺了800億美元的話 這個是我們現在我們整個對外貿易 還算有還算有出操的原因 我們如果扣除跟大陸的貿易的話 我們跟全世界的貿易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一年被人家賺走500億美元 我們跟日本貿易了30年 每年被日本平均賺走260億日元 對不對那為什麼不叫日本來幫我們呢 對不對你現在台灣的這個基本的經濟狀況 我覺得賴清德的認識都搞不清楚 真的所以他事實上有點脫離現實 脫離現實而且真的有點像那個義和團的 那個大師兄一樣 對把自己認為有神功附體 然後呢這個洋槍大炮什麼都不怕 現在怎麼樣呢美國也站在他那一邊 這個誰也站在他那一邊是真的嗎 對不對還要去幫助大陸經濟 大陸經濟今年事實上的話 IMF還有很多這個國際金融機構 已經往上調了 大概成長率是5% 大概是跑不掉 請問一下我們台灣今年的經濟成長率是多少 賴清德有沒有去問一下 他下面主管經濟官員我們今年經濟的成長率是多少 那大陸取消了我們134項 這個免稅外銷大陸市場 這些產品 他不是政府要幫助這些 是一些廠商找市場嗎 他找到沒有 我覺得就一天到晚講這些大話 這個越講就覺得 他事實上不接地氣 介大師我想問一下 卓中泰他有說 他覺得賴總統的專訪內容是釋出善意 你覺得是善意嗎 還是你覺得是再度挑釁了一次 我覺得是這個傷口上撒言 你原來你是 你的這個怎麼講 你的 我本來就說啦 他在選舉從來沒講過這句話 什麼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互不利屬 從來沒講過 結果呢 他在他這個舊直眼所講 這個就是對選民的一種欺騙 對選民對你講 選民當時你兩岸政策什麼 我一切尊重 這個蔡英文的路線如何如何如何 你一上去就怎麼樣 就然後這個 把過去的這個歷史 從這個從哪裡開始 台灣的歷史就從 鄭成功開始算 這些都超過賴清的 都超越蔡英文的 你選舉的時候都沒講 你一上一當選以後 你就露出原型了 這個是對於選舉的一種背棄 你沒有做承諾的 你沒有講清楚的 對不對 你不能超越你在選舉的時候做的承諾 這是一個基本的誠信 就不誠信 現在你520惹出了那麼大的禍 對不對 那中國大陸軍演5月23號開始 已經把台灣環環包住了 接下來134項我們過去免稅 免關稅進大陸市場 大陸也取消了 然後董軍在新加坡講得很清楚 最重的一次 對不對 你要粉身碎骨 可是他這個時候講更嚴重 為什麼 他在跑到 經過這些事都發生過以後 520以後發生了這麼多事 他現在氣定神閒 到6月12號 又跑到時代雜誌上 跟美國人跟外國人又重新講一遍 重新講一遍 而且說這是事實啊 我有什麼錯 對不對 也就是說過去發生事情 在他來講的話 他就說 他就是 他就傳出給大陸一個訊息說 我毫不在乎 對我一點影響都沒有 我根本什麼不在乎你 然後另外還說 你自己大陸的意思是什麼 你自己好好照顧你自己吧 你的經濟那麼差 我還要我來幫你忙呢 你還想你還想如何如何 不就這個態度嗎 所以這個我覺得賴清德是基本上 我覺得他只會他譬如說啦 我認為他明天啊 他這個黃埔的這個一百週年 還有未來的重要的講話 每一次都會怎麼樣 都會去嚴重傷害兩岸關係 不會有改的 然後我覺得我對他這個人我覺得 有一點點無法苟通的就是說 就跟 我覺得這個誰講得很對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 這個 基本上 你有本事你就宣布台獨 你又要搞台獨 你現在連馬英九都拉向水 他說他也搞台獨 你說蔡英文也是搞台獨 馬英九拉下水 你有種的話 你有本事的話 你就搞台獨嘛 對不對 你這麼連全世界的中心都在台灣 對不對 世界都要靠台灣來救 你為什麼不敢搞台獨 你就告訴大家 我就是個台獨總統嘛 不要在那邊打擦邊球 在那邊踩紅線 踩一下又回來 踩一下就回來 這個不是什麼 不是一個什麼 不是一個有誠信 有膽識的人該做的 對不對 另外你不要忘記 賴清德你賭的是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的這個生命財產的安全 你看這個街頭上的年輕人都這樣子講 你要挑釁的話 你要準備承擔後果 那這個後果我們也都知道了 你們這些人在台上 對不對 那個該享受的都享受到了 你們盡了什麼義務 對不對 你現在管碧林搞得我們門戶大開 人家可以直接 直接進你的這個進行斬首 管碧林也沒事 什麼都沒事 只有在那邊闖禍 然後製造出禍單的時候 靠一張嘴來怎麼樣 免責 這樣子的政府 還要一直替台灣老百姓把台灣老百姓 放到那個怎麼樣 賭桌上去豪賭 這種政府我覺得真的 真的一點都不負責任 然後一點都不顧及老百姓的安危 那麼就是靠自己的怎麼樣意識形態 一意孤行到底 可是問題你這個意識形態 你在選舉的時候你有沒有 你還刻意掩蔽啊 那麼你一上來以後就出來了 選舉就拿到40%而已 當選以後就把你的這個顏色都拿出來 這是一種選舉中的一種欺騙行為 我認為非常不道德 那這一篇時代的雜誌 我想一定會 他這個接受訪問 一定會進一步惡化兩岸關係 那麼一定會讓很多 對台灣原來還有信心的 人會對台灣更不具信心 這對台灣的未來發展是不好的 我們希望大家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土地上生活的人 我們對未來都要有信心 不要你老是把我們的未來 丟到一個不可測的 我們跟大陸有必要 要你這樣子一天到晚去挑釁嗎 對不對 你當選總統你就做點好事吧 你那134項 我們那個廠商中小企業 現在急得熱鍋上螞蟻 下一餐飯不想怎麼辦 你也替他們解決一下問題 你這個時代雜誌 你講大陸搞不好下個月 加上你明天在那個黃埔陸軍官來講話 跟你算一個賬 再給你扣134項 多少工人又要失業了 多少基層的勞工 飯碗又被你敲破了 你在那邊講得很過癮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一個國家很重要就是領導人 很多歷史上的人民的災禍 都不是人民引起的 都是領導人引起的 這點我們要切記切記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info 이야기를沒有預估 時刻採用 支付人員 ии 感情 普兵臨